哇 哇 哇 欸 有了 這邊就有了嗎 蛤 他到底在指什麼 有嗎有嗎 有 他說這邊有耶 你看喔 這三個葉子的是 是皇帝葉 然後這個五個葉子 兩年的也是 可是這種呢 這個 一年 一年 這種呢 你認得出來嗎 我完全分不出來 先挖出來給我們看一看 因為葉子長的我覺得都看起來差不多 先挖出來看 終於看到這神秘的皇帝葉 它的表面一點都不神秘 它裡面 喔 世界第一點 到山裡面人生地不熟 最好的方法就是問當地人 這邊有不知道在幹嘛 來來問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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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這附近 是不是有一種很珍貴的 叫做山中的野草 聽說它很珍貴 感覺它很熟悉很清楚 我剛剛一講 它就知道在這上面 所以那個是你有在種是不是 我懂我懂 就只是把那個種子 丟在它生長的環境裡面 讓它自然發展 然後等到它差不多時間到了 再去找到 然後再把它收成這樣子 這算是植物界的野放 野放的概念 這個桶一桶裡面這是什麼 這裡面就是有那個野草嗎 放了三生 三生的大醬 所以野草叫三生囉 好 沒關係 我們先去看一下這個大醬 放了野草大醬長什麼樣子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我知道我們在韓國很多 那種什麼大醬湯 小心喔 小心喔 大醬湯那種 很有名 但是我沒有看過放了三生的大醬 聞到那個味道 聞到那個大醬的味道 聞到那個大醬的味道 大 就這個啊 味道比較脆 好鹹喔 麻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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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鹹喔 好鹹喔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 大叔說對不起 麻糬手 麻糬手 很鹹 但它那個鹹又不是死鹹的味道 它有那個豆香味 這個老闆說 給你一個這個就不會了 就會好吃了 你就會說好吃了 真的嗎 辣口甜 辣不辣不辣 就比較不鹹 好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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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放下去非常的鹹啊 因為你知道大醬 它其實就是 像是韓國的味噌 它這種醃漬過的 然後看它感覺是新做的 還沒有醃很久 所以它那個鹹度 其實很明顯 它那個那個很不錯 但它那個豆香味很重 但我吃不太出什麼 什麼山生的味道啊 很明顯的這個味道 然後很明顯的豆味 但沒有那個山生的味道 所以我沒有吃到什麼 我只有吃豆子大醬的味道 我沒有吃到所謂的 什麼野草或草味或是山生味啊 所以它等於是醃漬過 我剛才以為它是完全新做的 奇怪 真奇怪 這大醬吃起來 一點山生的味道也沒有啊 野草的味道也沒有 正有種被呼嚨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準備往那個 社長的 他那個去算是 野放這個 皇帝草的位置了 那小小你 我們從這邊走 要多久才會到這個 你野放的位置 這裡是十分 這麼快啊 十分鐘啊 十分鐘啊 我懂了 因為它一開始跟我們講說 要走一個多小時 它現在變成十分鐘 意思就是呢 原本一個小時 是大概這樣子的斜坡 十分鐘是不是這樣的斜坡 所以我們就走十分鐘那個路好不好 至少近一點 好不管先出發 去找皇帝草 OK 大家 出發 出發 不要滑倒 哇這個刺 真的草都有刺喔 媽 你看到前面 應該不用爬這麼垂直的地吧 我的媽 有沒有看到下面 越來越斜了 超斜的 OK 哇 我們現在是有點像是 在切那個 山的零線這樣子 所以你看如果是水平的話 是看到這邊 我要仰腳 仰頭 才能看到這樣整個往上 好我們走之後 比較跟著社長的 腳步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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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有了 這邊就有了嗎 哪 他到底在指什麼 完全 有嗎 有嗎 有 他說這邊有耶 但他剛才指的 我 完全不知道哪一個 這雜草啊 完全不知道哪一種 什麼樣子 哪一個 這個 他說這個是 你看喔 這個 這三個葉子的是 是皇帝葉 然後 這個五個葉子 兩年的 也是 可是這種呢 這種 你 這個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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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呢 沒有 欸 欸 你認得出來嗎 我完全分不出來 先挖出來 先挖出來給我們看一看啦 那個葉子長的 我覺得都看起來都差不多 先挖出來看 哇 終於看到這神秘的皇帝葉 它的表面啊 一點都不神秘 它裡面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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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1 2 3 3 你看它這邊響喔 你看它這個 皇帝葉的上面 你光纖在上面 是不是很普通的葉子 非常的普通 你走過去 你可能就一腳把它踩扁了 可是你看下面喔 你看它這是不是 跟人参長得很像喔 真的很像耶 媽 這個算人参嗎 啊 因為我首先 下水 產商 下水 喔 這個叫做三参啦 可是你看它長得是不是很像 很小的人参 大家說這已經三年了耶 如果以人家來講 這算三年根耶 這真的是三参嗎 怎麼會長得那麼像野草啊 而且剛才一路走來 不知道被我踩壞幾顆耶 社長說韓國的人参是用種的 要固定時間 澆水 施肥 還會用棚子蓋住 而三参是將種子 撒在山林有樹的地方 用野放的方式 讓它吸收日月精華 不用施肥 不用澆水 所以三参才會長得比人参小 但價錢卻比人参高很多 這滿地全部都是啊 而且一不注意你就會把它給踩壞 這每一腳都是幾十萬上架 很厲害 好 現在下架林 你說有十年的啊 十年的哪裡 這十年根嗎 一個新年根 新年根耶 喔 這十年根的 終於看到十年了 你看它的 你看它的 跟這個七年的比較 它的筋有沒有 這個筋就差很多了 這個粗很多耶 然後重點是它的身 1 2 3 4 5 6 7 5 5 1 3 喔 你看 光看它這個位置啦 我先把七的放下 你看光看它這個位置 它這一段 它就有十年的那個突出來就 從這邊開始 從這邊開始 它這個算因為它很細 很很小啊 5 3 4 5 5 喔 這樣算 十年根的 你會直接這樣賣嗎 還是都是處理過的 對 就是 這個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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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重點就是這個 沒有阻止我們是因為 它還可以再使用啦 辦到那個大將裡面的 是已經被採過的 或是它沒有挖到之後 也用斷了 可是像這種完整的 它是整隻這樣賣的 啊 這個十年跟七年的價錢呢 你那個 七年的呢 七萬 七萬 一根耶 對 欸 我拿吧 這樣一根 十年的三千出頭台幣 這一個七萬 七萬 兩千 兩千塊三千 兩千塊三千的價錢 這樣一根而已 哇 真不愧是野生的啊 這個可以直接這樣吃嘛 十年內也可以這樣吃 對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現在是幫助我口水循環啊 好苦喔 這比剛剛那個根部還要苦喔 社長你真大方啊 一租三千多元台幣的山生 就這樣塞到我嘴巴裡 讓我受寵若驚啊 社長說要我跟他回到山腳下 他準備讓我好好享用一下 皇帝級山生大餐啊 講不到一來 來了一盤滿漢全席 什麼都有 而且很豐盛 但重點還是在這個... 黃帝葉的大醬啊 一口一口 摸米糕 這是包兩人的 包這個醬 好鹹喔 好鹹好鹹 但是好吃 你什麼時候 開始把這個 黃帝葉的汁 加到這個大醬裡面了 沒有 摸米糕很安全 因為 鹽 還有鹽 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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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影啊 對 像鹽鹽的 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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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因為這個機緣啦 因為身體不好的關係 因為B&R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 就是幾年 十年前 十年前 十年前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過了半退休 然後去找這個皇帝草 不愧是皇帝葉耶 給皇帝吃的 他就這樣加在大醬裡面 然後這樣吃等於是養生啦 當然可能一部分是因為環境 生活環境 他壓力少了 一部分就是因為這個飲食 好香的雞湯喔 剛才吃完那個烤肉 大家最熟悉的那個烤肉包飯 然後沾那個 那個皇帝葉的大醬 現在這一鍋 這一鍋是 這鍋是皇帝葉煮的湯是不是 對 常常這樣 很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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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 我跟你講連鹽都沒有加 完全的雞湯味 它有鹽... 它沒有鹽 然後一點點雞味 但它沒有那個雞的油膩的味道 有些人可能有些那個雞有沒有 回家先用水灑過一次 會把那個雞油去掉 可能有些人沒有灑過 直接這樣煮的話 會有那個雞油的臭頭皮 這個完全沒有 這三生大餐真是太厲害了 社長說它把不完整的三生 拿出來做成三生液 這樣平常煮飯或是製作大醬食 都可以加入三生液 讓食物變得更加營養喔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送好禮活動喔